還有主席所提的 那我們交通局的立場來講是非常的贊助 那麼在這邊有一點提醒我們捷運局就是 對於如果是大家有這樣的公司 那對於未來那個基地所延伸出來的這些計程車排班林田 通通是要在內部化來處理 因為這個地方剛剛我不必再重錄太多 那個道路路也不應該再加大 所以這些都應該要內部化來處理 那麼商業設施的停車也應該要在內部化 通通不能說造成這些社會成本的增加 那對於那個延伸出來的人行道跟那個可能也要詳細的規劃 跟腳踏車道也要詳細的規劃 因為新一計劃區周邊現在我們要做U-bike的這個處理 那麼未來我們也會增加 可能增加現在是十幾個 但未來整個在兩年三年內我們會增加一百七十幾 那麼三年以後會再增加 就是那些公共住用的腳踏車 那增加去規劃設站的一個處理 那捷運場站當然是最好的一個接駁點的一個處理 所以這一點呢我們也是要請捷運局把它納入規劃 那以上說明 謝謝 這位接駁急就聽到這個消通局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個前站先起以後讓人家有一種感覺 的確是吹到把捷運局的起熱過去 那個試駕汽車或者普通的 那麼第一個是環境提升了 這個轉秤的功能強化了 那人行道拓寬了 這個美化增加了 那麼其他有很多內部化 比如說計程車啦 這個停車空間啦 腳踏車啦 就這樣 那整個都市的文明就開始會讓人家感到不同 如果捷運的花了那麼多的成本 這個努力 這個社會的成本 那結果對這個都市的環境沒有一點幫助 那就太可惜了 這個我想交通局大概是 也是同樣的一個看法 那麼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 我們財政部的財政局在 財政局這邊 其實捷運局他們應該是基於一個 自常的一個觀念 下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開發的案子 那其實因為這個案子主要是 剛剛當委員有提到說行政院已經合定了 那合定了可能這個路線的部分 也都不會再改變嘛 那所以在現在既有的一個框架 那只是說張委員剛剛也提到說 假如有一個最新的規定 應該沒有影響到我們原先 核定中央補助的這個部分吧 那假如沒有影響 那回到延續上委員剛剛講的 是不是在怎樣的一個情形下 讓他最快去實現 那假如說真的要開發的話 剛剛編委員也有提到說 是如何在這一些增加的容積 來挹注我們捷運的設施 這個部分可能都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每個過程都已經做到 但是每個都要在那裡 都不停的 在這一根下還有一根下